无情团长只指西蒂卡仙团伙要对他的诊所发起杯葛 还说要杯葛就请便 但阿克马是会错意了吗 完整新闻请看4月1号的百格大事迹 晚上好是寝龙 冯波瓦争议事件发生之后 无情团长阿克马就号召民众杯葛KK Mart 成为不少人攻击的目标 但是他的炮火已相当的猛烈 多次回击外界 最新的情况是阿克马指控人群律师西蒂卡仙和团伙 因为不满他所发起的杯葛KK Mart行动 于是要杯葛她的诊所 阿克马还在视频当中出示了有关的截图证据 Siti Qasim and the gang telah nak melancarkan boycott klinik Dr. Akumar Saleh Alhamdulillah tak apa sebagaimana kita ada hak untuk buat boycott juga KK Mart gang-gang Siti Qasim kalau nak buat boycott klinik Dr. Akumar Saleh pun it's okay tak ada masalah sebab saya percaya rezeki tu bukan pada Siti Qasim and the gang yang bagi rezeki tu pada Allah dan saya percaya juga Siti Qasim and the gang datang kat Melimau ni tanya dulu dulu orang Melimau macam mana turi Dr. Akumar Saleh ni baru lancarkan boycott jadi Siti Qasim silakan nak lancarkan boycott klinik Dr. Akumar Saleh tetapi kami tetap dengan boycott KK Mart 无论如何 如果仔细一点看的话 Siti Qasim其实是在社平台上 分享一篇评论文章 而文章的标题是 如果阿克马的诊所 突然成为了杯葛目标 甚至成为汽油弹炮制的目标 它会作何感想 无论是Siti Qasim本人或者是评论作者 并没有号召杯葛阿克马的诊所 只是提出一个反问句 让阿克马自己思考 1月31号上任的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 早在3月19号就表明 蜜月期结束之后 将开始真正的统治之道 而来到了4月1号这一天 陛下就接见了反弹会的主席阿战巴基 并交给对方一盒蜜糖 象征元首蜜月期结束 同时抛下了一句 蜜月期结束 现在去捉蜜蜂的话 引人思考 国家元首和反弹会主席 在国家网工的会面 持续将近30分钟 过程当中也提及反弹会的最新发展 另外陛下再次强调 打击作为国家头号敌人的贪污 威胁是陛下任内的主要焦点之一 主要数据库帕都的注册 虽然已经截止了 但是没有注册的民众 会自动被注册的事情 就引起许多政党人士抨击 民政党更是呼吁政府取消 爬堵注册 并促请经济部长拉菲兹辞职谢罪 民政党宾州主席活动墙 今天在新发部会上抨击政府 在没有人民的同意之下 就自行为人民注册爬堵 像是偷窃和抢夺人民的资料 同时怀疑统计局是否有权通过其他政府部门 与单位资料库取得人民的各项资料 在活动墙看来 拉菲兹把爬堵注册工作当成儿戏 让人民白忙了三个月 浪费政府的资源以及公款 为此他促行首相安华 采取行动对付拉菲兹 另一方面 马华副总会长黄日生 质疑在爬堵保安问题 没有解决之前 让全国3000万人口自动注册爬堵 犹如把全民的隐私和个人资料 置于泄露甚至被害可盗用的 巨大风险之中 黄日生促请部长拉菲兹交代 如果发生户口被害 或者是个资遭泄露的情况 政府是否会负责 那么提到了拉菲兹 经理部长拉菲兹今天宣布 在帕堵的注册和更新资料截止之后 全国共有1765万或者是58.7%的人 成功在帕堵系统当中更新资料 在拉菲兹看来 这是一个成功的事 因此他发文告 恭贺各个机构的努力 拉菲兹也说 经理部将在4月 向内阁提成调整补贴计划 对那些还没有在帕堵注册 和更新资料的公民 现有的行政数据 已经足够 政府将利用这些数据 来确定他们是否符合 或针对性补贴的资格 如果有需要 经济部会在政府确定 针对性补贴的形式和机制之后 宣布在短时间里头 重新开放帕堵的注册 以及更新 马来亚铁道公司 禁止民众携带各类型的脚踏车 进入到电动列车 ETS和乘际列车车厢 电动火车和列车的内部空间 只限搭客乘坐 以及放置行李 不过有关的文告 引起网民讨论 有人认为 折叠脚踏车能够装入袋子 理应允许乘客携带进入车厢 也有网民认为 马来亚铁道公司 没有与时并进 还活在石器时代 他们建议仿效 学习韩国 允携带脚踏车进公交的人 享有车票折扣 无论如何 马来亚铁道公司回应网民 并且解释 电动火车允许携带脚踏车 进入到车厢 最后有援助金的新闻 第二阶段 爱心援助金STR 将在这个星期三 4月3号起 发放给全国 840万名受惠者 援助金的数额 介于100到650令吉 政府增加第二阶段 STR拨款额 20%到15亿令吉 以协助更多的 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 应对生活成本增加 裁员部指出 今年起政府采取新的方法 也就是全年开放登记STR 让更多人有机会 获得政府的援助 有关STR资格状态审查 可以来到STR的官网查看 网址是 判断tonight.hasil.gov.my 最后感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